用力掃地拖地收拾屋內環境 影片中記錄了這群由高雄酒吧老闆王彼香 號召的熱血青年 共同努力為獨居長輩進行歲末大掃除 無條件的公益活動今年已邁向第六年 彼香表示當初發起這個計畫 是希望可以讓青年有關懷長輩的機會 那時候沒有錢 剛創業還滿困苦的 可是那時候我們有很多 學生年輕一輩的資源 是有勞力的 有時間的學生們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可以用我們有的資源 就學生的資源去幫助這些 可能獨居的長輩 或是行動不方便的長輩 那其實大掃除只是一個名義 只是一個鑰匙 那主要其實就是在農曆年前 可以去陪陪這些 其實生活中跟我們是形同末路 不太會有交集的一個社會族群在 了起最一開始 青年夥伴是拿著免費大掃除 告示牌挨家挨戶詢問清潔需求 後來為了更快速找到有需求的服務對象 透過與里長和公益團體合作 活動進行也越來越順利 最一開始我們是超級無腦的 去挨家挨戶的問 有沒有需要幫大家掃除 然後有沒有需要幫忙 聊聊天這樣子 那其實後來我們就是有遇到一些問題 就例如說可能長輩有沒有覺得 你是不是詐騙 對或者是也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跟地方的里長去詢問 那因為他們里長其實有一些固定關懷的名單 那還有再有跟華山基金會合作 那華山這邊的話他們的資料又更細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滿大量的跟華山基金會 一起配合去服務他們現有的名單 然後跟里長提供的名單這樣子 隨著參與人數越來越多 服務範圍擴大從市區到偏鄉 皮鄉感謝青年的投入 甚至還有酒吧客人自套腰包 為長輩修理電器用品 期待未來有更多善心民眾 一起加入大掃除行列 為長輩們的生活品質盡一份心力 記者邱玉婷 關孟如高雄報導